一同盟陈展鹏 胡定心 暴起镜 姚子玲 陈山聪相关报道令熊暴起镜是掌管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 配合其他有权有势的豪强 在幕后操控整个社会 成就大恶的他 恐怕霍言家人 不惜牺牲自我 放弃了亲生骨肉高子杰陈展鹏是 即后又收养了孤儿令千佑 陈山聪是作为心灵替代品 两端亲情因而纠结出一个血泪的故事 家族成员勾心斗角 不甘成为附庸的围累 郭峰是勾结外来势力密谋作反 女儿为一柔姚子灵事 因为背负原罪 感情路上荆棘满图 令熊尝试转身 为后人找回公益和安定 女保镖软轻心胡定心事 试图驻他脱离混乱的利益世界 却发现他并非能够主宰一切 幕后另有其人 除了风景疑人的台湾外景 更有令人目不暇接的枪战 潜水和飞车场面 展现生死搏斗的各种武术 如以色列格斗术以及巴西柔术 勿求令观众耳目一新 热血沸腾 二采国界王浩信 蔡思贝 李嘉欣 林维晨 张震朗相关报道李嘉欣 王浩信 蔡思贝及陈廷欣等于电视城 为TVB新剧《采国界》是造型 饰演法官的李嘉欣 透露角色一收工就脱下法官袍 就会去夜蒲 更预告会于剧中 谷兄晒腿秀身材 戏服会好贴身 谷兄又晒腿偏多这内型的衫 但李嘉欣搞笑自爆营造 事业线时遇上困难 比想象中难 买不同Brown去营造室 平时好少录事业线 扮演盲人律师的王浩信 戴白眼抗几手持盲公主世人 于剧中艳福不浅的他 在大合照时 被蔡思贝 李嘉欣及张震朗贴身夹击 当中张震朗除了与王浩信 伴洋洋之外 更从后揽时对方及扎其胸部 令王浩信大叫 不好再乱 老婆都未试过这样 相当爆笑 扮演剧中单元人物的陈廷欣 又延其角色会发现自己男人身 女人心 因而走去变性 最后会以女装饰人 陈廷欣自爆其造型 取材自迪威廉及许佳杰 又感谢监制给他机会去挑战 变性人角色 三迷郑佳颖 田蕊妮 吴叶昆 奈卫林相关报道 郑佳颖透露今次饰演警察 扮演的是小男人角色 他自言角色跟自己的性格刚好相反 田蕊妮剧中 有个十多岁的女儿 一阴女儿令他走向阴沉一面 后面会有点疯癫 为保护自己去伤害其他人 他透露剧情到最后会与郑佳颖有感情线 但目前剧本出道十多集 二人仍未有对手戏 四乘胜追击陈展鹏 林夏威 陈山聪 单立文 庄思敏相关报道陈展鹏 林夏威 单立文集庄思敏为TVB新剧 《乘胜追击》是造型 剧中饰演老千的陈展鹏 以胡须造型现身 陈展鹏笑说 都是第一次留须 自己平时中意清静白静 此外 陈展鹏跟林夏威剧中饰演情侣 林夏威透露第一集 两人已拍除山戏 问道可怕刘虚留上瘾 陈展鹏笑说 自己都惊啊 不过等我学识修剪先 刘虚原来好麻烦 两日就要修剪一次 好彩公司有化妆同事帮修 林夏威在《乘胜追击》中饰去后 他却透露自己完全不懂打麻雀 他笑说 农历新年前知道 要拍这套剧 所以急买了两副麻雀 老公是其中一个帮忙练习的人 林夏威一很开心跟陈展鹏 再次合作 更透露第一集就会跟他拍除山戏 谈到老公可会吃醋 他笑说 他都不知 哪会吃醋 做什么不会告诉他吃 提到有报道林夏威收丈夫两亿家用 他笑说 哪有这么夸张啊 财政独立 还好努力工作 要攻楼啊 陈山聪在《乘胜追击》中饰演魔术师 在监制要求下 他跟陈展鹏都要抽时间练习完纸牌手法 陈山聪坦言拍摄时都希望亲身上阵 尽量少用剔手 经练习下 已经略有少诚 五老表毕业了 郭靖安 王祖兰 蔡绍分 张继聪相关报道 郭靖安与蔡绍分在将军澳电视成为TVB剧集老表 毕业了 拜神 新剧以现金教育为布景 蔡绍分接万启文报为新剧《单妇女主角》 问可有压力 蔡绍分笑说 当然我在这套剧是新人 但是我自身不是新人了 所以没有压力 反而积蓄轻松 班迪好亲切 好期待开工 但不担忧同万启文比例 没有得比例 怎样他做了 我在做就有得比你 这套是同系列 但故事不一样 我今次是张静强 不一样了 蔡绍分上一部TVB剧集 是与邓翠文主演的《金之玉聂2》 《银甄嬛传》爆红内地 蔡绍分近期许年一职主攻内地市场 未回TVB拍戏 但蔡绍分与TVB仍有一部戏约 今次是王祖兰促成协作 郭靖安与蔡绍分继现实在深夜重播的创世纪 后再协作 他笑说 今次主警在大部 迁就蔡绍分 蔡绍分说是迁就王祖兰呀 郭靖安急说 最近一到十二点播创世纪就收到短讯 说我好惨 我不惨睡得好好 不雅观众都好期待 蔡绍分拍剧 郭靖安只经次老表 毕业啦 的剧情是探讨现金教育问题 会比前两集较写实 与蔡绍分正同样面对子女教育问题 蔡绍分则透露表现有向郭靖安太太欧倩已取经找学校 六超时空男陈肖正男 曹永连 林夏威 田瑞 江大卫相关报道超时空男陈 是由天鱼传媒 PM三方共同出品打造的一档周波男幕剧 该剧由肖正男曹永连林夏威 田瑞妮领衔主演 电影讲述 神秘力量 瞬间开启时空隧道让物理天才与野蛮郡主不打不相识 一个掌握现代科技 一个精通传统武术 这段离奇浪漫的爱情能否真的穿越时空 积不懂撒娇的女人林文龙 萱萱 王浩信 唐勇诗 李诺义 林伟相关报道林文龙和萱萱在兰桂方出席TV4K新剧不懂撒娇的女人拜神仪式 原来二人入行20年才首度正式合作 该剧已经开拍了三个星期 萱萱只抬前幕后 士气暴灯 拍完这个真实反不到转头 林文龙文言急笑说 可能他签了长约 自己就未签 他准备做下一个罗兰姐 面对幽默的林文龙 萱萱笑说没有 他真是没有这么多欢乐 谈到高海宁拍摄该剧时 因压力太大而爆涵 林文龙表示看到报道才知道 事后也有与对方轻谈因为他这几年的角色 都大同小异 而他第一次接触这种角色 所以拿捏方面有些吃力 他是新人 助相对林文龙来讲 对自己有要求是百分百应该 林文龙又称赞对方有好多进步空间 而萱萱也力称高海宁为角色花了很多努力 谈到最近高海宁被影到音拍剧压力太大 而在唐师勇面前暴喊 高海宁谈及此事时 坦言感到尴尬 并承认情绪比之前好得多 是恨自己做不到 唐师勇则指自己有有余计 想助收工他搭车 他就暴喊 还想助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都是第一次见到女仔在自己面前喊 令他收声 他好似没有收过 高海宁指自己其实喊道反无起 谈到林文龙等激赞他认真 自比演技如独幼儿园的他就指中前辈是大学生 对著他不敢不花心思 唐师勇就指高海宁 已经入戏 非常投入角色 八降魔的马国明 黄志文 刘佩月 胡红军 谢雪新相关报道TVB新剧降魔的 一直会降魔地势 而马国明今次饰演一名有阴阳眼的敌势司机 在戏内会接载其他空间的生物 他表示今次剧集 不止有恐怖场面 还会有不同的感人故事 马国明与黄志文演情侣 马国明笑说很想和黄志文传绯闻 因为可以请旅假出席活动 增加收入 马国明最近续约TVB 且豪志2000万买楼 马国明表示买楼与续约 没有太大关系 强调要工不是一笔买楼 笑颜作丫 都赚不到这多 刘佩月荣生女二号 演作灵异节目主播的21岁少女 与胡红军是情侣 上届友谊小姐林凯恩与黄子恒做情侣 九唐新风暴三黄宗泽 王浩信 冠菊英 李思琪 米雪 夏宇 陈敏之 陈立香相关报道 香港艺人阮赵翔在他的动赌校演出上公布一个 喜大普奔的消息 唐新风暴三以下简称唐新三 将在明年二 三月份开拍 这部深受观众喜爱的家族斗争大戏 终于有了新的动向 这也是金牌监制刘家豪和美小青夫妇回朝TVB后 带给观众的第一个好消息 不过 一部经典之作的续集上马 最关键的元素就是原班人马四个字 幕后班底有刘家豪夫妇保驾护航 但遗憾的是 时隔八年之后再拍续集 TVB正面临着一人凋零的尴尬场面 无论是为剧集作证的老戏骨 还是凭借该剧走红的演员 如今都已经离开的七七八八 唐新三在演员阵容方面 能有多大程度保持原汁原味 专题策划撰文唐新三开拍的消息自刘家豪 美小青夫妇回朝之日就开始流传 早前曾有消息称 唐新三将在今年期 八月开机 刘家豪也已经在创作剧本 不过 有份出演 唐新三的阮赵祥则说 刘家豪已经在和他聊档期 预计会在明年二 三月开拍 十公新计二身公计胡定新 刘新忧 马国明 陈伟 周秀娜 马俊伟相关报道深宫纪 是由美小青监制 TVB50周年重头戏之一的古装宫廷剧 由马俊伟 马国明 胡定新 肖正男 刘新忧 陈伟及周秀娜 罗琳等主演 该剧将于2017年2月开拍 该剧是TVB电视剧 宫心记的新一集 围绕唐朝的故事而展开 讲述马俊伟饰演的皇帝与由刘新忧饰演的自平民退变成的公主 由胡定新饰演的皇后及陈伟饰演的另一女主角之间 曲折的故事 11始图行者2苗乔伟 许少雄 陈豪 陈家俊 萱萱 袁伟豪 周百豪 黄翠如相关报道始图行者2有企鹅影业联收TVB打造 苗乔伟 许少雄 陈豪 陈家俊 萱萱 袁伟豪 周百豪 黄翠如等主演的警匪剧 该剧剧情上是使徒行者的前传 使徒行者第一部的大结局画面中 黑帮大反派欢喜歌 乍现在卧底警员档案中 却被戴手套的神秘人删去 留下迷一样的绅士背景 这位删除档案的神秘人会 是警队中的便捷的黑警吗 结局前一反常态的着色会是第六个卧底吗 这一连串悬念只有在第二部中揭晓 另外有很多骗子 因为刚刚开始拍摄 并没有来得及做宣传片 所以 无缘在巡礼上展示 PO朱比较期待三个人一起穿越的 超时空南辰 你呢